Work封面目录不显示页码 嗨 大家好 我们在做资料或报告的时候 常常封面目录 这个地方不想显示页码 正式资料的第一页 才要显示页码 这样子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首先呢 找到你的 正式资料的第一页 那么他的上一页这个 尾端呢 我们就在 版面配置 这里有一个分格符号 我们加入一个分结符号 按一下 这就会有一个分结符号 那么如果你的电脑看不到这个分结符号呢 我们在常用 这里有一个 工具按钮 显示和隐藏 编辑标记 这个你要打开 这个才能够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不影响你的列印 列印的时候不会印出来 那我示范的这个 Word呢 是2016版 2016版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页码的部分呢 好 我们在这边 加入 页码 那么放在底端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它变成第三页 所以我们把它反摆起来 看一下这个页码 页码格式 起始页码我们让它成第一页 好这边就变第一页了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里有一个叫做连结到前 一节 这个按钮你要按一下 好 按完之后呢我们回头 目录按封面这边的页码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各位看一下 封面没有页码 目录没有页码 我们的正式资料第1页 有页码了喔 好第1页 然后这边是第2页 假设我们再新增一个第3页 好这里就第3页 好这里就第3页 那么另外的有网友谈到 那可不可以显示总共有几页 是可以的喔 好我们按这个地方快点两下 好回到这个编辑这里 那我们在这个页码的前面呢 我们可以 加一下 然后呢你也可以再 加一个斜线 总共有几页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第1页这个呢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Ctrl C 复制过来 这边呢 Ctrl V 贴上 贴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里 总共第几页呢我们这里把它反摆起来 按滑鼠的右键 这里有一个编辑 功能变数 那我们找到一个 Section Pages 这一个 看一下功能变数的代码 Section Pages 好按确定 好那我们看一下 点回来 看一下 这里正式的资料 有3页 好 那么你这个是正式资料的第2页 所以是共有3页 那么目录跟 封面我们都没有算进来 这个样子你的资料就可以跟你的 这个页码做 匹配 谢谢收看 就带点油 Q 没 Comes ulates 在剑 或似桥 我